上次不是发了个视频抱怨新西兰物价太高吗 就有网友给我支招说 你下海去捞呀 等着本人一贯信网友得永生的人责 我去搜索了一下新西兰赶海 这一搜简直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所以离开了皇后镇 我们就直奔那个号称最容易抓到暴雨的布拉夫 虽然吧我们从小在山里面长大 赶海经验是零 但是看到网上很多说新西兰打野多简单的视频 随手一抓就是龙虾鲍鱼 我就开始充满了莫名的自信 反正搞不到鲍鱼呢 肯定就是这些网友不行 肯定不是我不行 先要找到这个地址 我进去找一找 我看那个你要做 nice 这里有条小路停车之后要一直往里面走 一下停车场就看到了岩石加海带 这种清澈的海水 大块的岩石和好多好多海带的地方 就是暴雨喜欢生存的地方了 如果带了浮潜工具的话 停车场旁边这个区域就已经可以开始捞了 我们因为没有带浮潜的工具 所以我们得往里面再走大概40分钟 现在潮水还没退 我们先顺着这个小路往里走 来之前呢我们先提前查好了潮汐的时间 风速还有当地的法律规定 不同的区域呢对于数量和尺寸都是有不同的 限制的所以一定要提前查好 这是这里可能会遇到的 动物和企鹅和企鹅呢 这个鸟的这个表情好吓人哦 走吧继续走吧 进入黑院 走到这儿差不多走了一半 继续走 大概40分钟以后就会看到一个金属的 可能是灯塔的一个东西吧 它的旁边就是唯一一条可以下到海边的路 就在这里 找找 这个是我们发现第一个超迷你 这个人在和海带战斗 海带太多了 包鱼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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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差了大概一厘米 布拉夫这边的限制是12.5厘米以上才允许不捞 每人每天可以捞十只 一点点都不行 一点点都没法 又过了五分钟 终于捞到第一只了 鲍鱼通常发现一只就发现一窝 所以我们很快又捞到了第二只 超大 这个桶已经很大了 超大 太快乐了 那放回去吧放回去吧 这是一只贼哦 想偷我们的鲍鱼 咖喱你保护好你的鲍鱼啊 红小雨说水鞋太贵了 只买一双 然后现在就他一个人下去捞 我们坐享胜利的果实 他就已经捞了一个小时了 不过捞到两个大鲍 两个和尺寸的大鲍鱼 应该发现了有十几个 爸爸 爸爸 五百块一个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只是我知道这么大的鲍鱼 肯定很贵 我为了给他鼓劲 我就说五百块一个 龙小雨一听到五百块 他肯定就要多捞几个 今天应该够捞什么 今天这个够了 你找到窝了吗 nice 这边还有 我看到了 那一窝大概有个五个多个 你是捅到窝了是吧 大概有五个 还有五个是吧 大概还有三个到四个吧 一共有五个是吧 一共有六个 我拿了两个 够了 够了 我们够吃了 够吃就行了 搞多了 大概吃不了 浪费了 我们真的是很没有见过市面啊 因为这种黑金棒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嘛 不知道它合不合口味 怕万一我们不喜欢的话就浪费了 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一共只来了六个 但这成为了目前为止我在新西兰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真的好好吃啊 很紧张 它知道它要挂了 刚才说什么啊 你实力 实力这样搓 你不戴手套 肯定是不行的啊 嗯 不戴手套的话你看这样一搓 这个搁到手了 这个搁到手了 呦 你越搞越顺了嘛 你看 嗯 搁它以后 这个都会扔的 这个 呦 你看 这个藏子 就这样撕下来 嗯 吃完以后就会扔的 嗯 还没压水 这样 就好了 就好了 把泥沙刷干净了 刷这个准备你看嘛 嗯 这个 你看 都很安心啊 好 接下来交给我吧 然后这个 舔这个鲍鱼 来秀一下 鲍鲍鱼有多大 嗯 我的妈妈呀 他现在很硬 因为他刚死 他死的时候他很紧张 然后他就缩成一坨 这按照京东的价格就是 2000万元的鲍鱼 都要掉了 嗯 嗯 嗯 就是 有一点点嚼劲的 但是不会硬 就是有嚼劲 很好吃 超好吃 好吃 我的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